才刚爆出本土确诊 指挥中心晚间又紧急召开临时记者会 为的是要宣布跨年防疫措施 那也要过圣诞节了 那也有这个年节 那再过来还有春节等等 一连串的都有各地方政府 都会举办相关的活动 虽说防疫等级没升高 指挥中心还是加强大型活动防疫措施 所有民众在活动期间必须全程佩戴口罩 除了补充水分之外禁止饮食 趁导不听就会开罚 也提醒民众要携带手机 以利接收细胞简讯等防疫讯息 而居家检疫居家隔离 以及自主健康管理者 或有发烧呼吸道等相关症状者 不能参加大型晚会 我们也设了一些天网 我们会查得到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宣布不能参加的人 就请不要参加 那参加的时候我们都会予以重罚 闹出狠话要大家别钻漏洞 不过陈时中口中的天网 究竟是什么机制 大家只要知道说我们都会查得到就好 不要就是说误触罚网 那我们是有准备的 陈时中硬起来 除了要民众守好防疫 地方政府也要负责监督 任何大型室内活动 不得贩售无座位票 还要落实实名制 在固定入口量体温手部消毒 而所有活动场域 要加强公厕消毒医疗应变措施 还得设置指定贩卖区 场内不得贩售饮食 我们要求地方政府一定要根据 现在这等级的 那个集会指引 那订定防疫及应变计划 没有办法执行的完全 那我们会禁止他再办其他的活动 而陈时中也强调 如果地方政府想停办 指挥中心也尊重 毕竟台湾爆出本土确诊 年底又有耶诞跨年等大型集会 防疫只能更加小心 欢迎新闻红西与陈丽婷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